大家好,我是奧迪利的小虎 今天我教你们一个肯定穿胖的食谱 这是脆皮无花肉 嗯 虽然今天的菜是大菜 但是很简单 你们只要过日子在对于我们叫这个 看起来很像自然 但是既然我们叫 可爱此可们还要一点不好的便 像椰、大蒜和洋葱 也要一个大块无花肉 这个肉是在不常买的肉 比早时买的肉肯定贵一点 我买这个肉是十四块欧元一公斤 在你们住的地方无花肉也这么贵吗? 今天人和他母告诉我 第一步煮一大锅水加烟香叶过日子 和和后来边也加剪小的洋葱和大蒜 然后把花很多钱买的猪肉搬进去 水太多了 加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盖起来煮二十分钟 煮二十分钟后拿出来把它冷却 冷却 冷却后用煮方式把酸料炸掉 这样做好这个时候就不会咬到酸料 然后我用这个工具在猪皮上做洞 如果没有这个工具 用一个锋利的刀做这个洞也可以 这样做可以让猪皮烤得更脆 然后把盐摸在猪肉表面 每个盐都要摸到盐 但是注意不要摸太多 因为煮的时候水里已经放盐了 猪皮上的盐要摸均匀 这样猪皮才能烤得酸脆 黑胡椒摸在猪肉的四周和底部 猪皮上不要撒黑胡椒 因为黑胡椒会烤糊 然后用两件滤箔汁 把猪肉四周都包起来 露出猪皮表面 这样放在烤上 一百八十度 或者温度烤 烤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每个二十分钟用冷水 喷在猪皮表面 这样猪皮会更脆 我的猪肉有一点大 所以两个小时后 我调到温度到两百三十度 也调到温度 再烤十五分钟 静止十五分钟 我们先听一下血音 然后再揭开看看 然后我们细一下 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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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太香了,好好吃 但是街灶 faint害怕 很滴味 不 这个皮非常脆 里面没有塩料 但是是这样 你可以吃到这个猪肉本身的味道 这么简单做的 就是脆皮无花肉 太香 皮太脆了 谢谢你看我的视频 是你让我想要努力拍更好的视频 和说中文 点赞、分享和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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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我 你的关注才能让我继续拍摄 Love you guys